这两个服装就是一个是代表我们宫古岛的岛民 那一个代表排湾族的当时的原住民的服饰 那这个爱与和平的意思就是说1871年 当时因为他们的宫古岛的官班的船 因为漂流到牡丹社误入了高士河社 然后后来被砍杀了一个不幸的事情 日本人当时日军借故出兵 因为当时有侦韩论跟侦台论的问题 他们选择了侦台而不敢选择了侦韩 所以因此台湾变成一个牺牲品 在事件过了第四年以后1874年 来杀了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的排班族 就产生了一个国际很大的事件 这个事件以后流球亡国了 然后中国对于台湾的问题 第二年马上建审保护了整个台湾 所以这个国际上的历史事件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 流球倾倒一个历史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当中 我们在公元2001年 我们办了一个牡丹社事件 130周年的一个邪宿渊塔会 我们提出因为误解 理解到和解的三部曲里面 透过讨论2003年 我跟当时的部落的华阿财酋长 一起来到这里跟他们市长道歉 希望跟家属来见面 所以我们促成了一个爱与和平 我们在本市场里面 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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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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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